聯合國安理會預計星期二開會並聚焦烏克蘭平民被殺事件 一日之前,美國總統拜登稱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應該面對戰爭罪的審判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聯合國引導救援機構負責人格里菲斯將會在會上作出報告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亦會發表說 英國這個月擔任安理會的輪值主席國英國駐聯合國大使之前對媒體說 俄羅斯入侵期間烏克蘭平民被殺事件將會是安理會會議的中心議題 烏克蘭外長夫列巴星期一表示 他與古特雷斯討論了有關議題包括在首都基庫郊外報查證的情況 烏克蘭方面過去幾天指責俄羅斯軍隊在當地對平民實施暴行 夫列巴發推文說 他是強調了烏克蘭將會使用所有可用的聯合國機制收集證據 並追究俄羅斯犯下戰爭罪 莫斯科否認俄羅斯軍隊在布查證殺害平民的指控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將當地的場景描述 稱為是舞台設計的警官作為針對俄羅斯的挑釁行為 回應ойти幾天 中國大陸市民 First voila разреш англий一下 소�irs 案件 母戰爭被伸落 回應 projet